在过去六个月当中 工作单位有人和我谈起我的进步吗 在管理当中啊 管理者是一个桥梁 我们带着员工往目标前进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 第一 员工的方向有可能会有偏差 所以你必须随时随地的检查反馈 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的 你有没有可能 你可能说你当司机 你开车的时候 你保持100公里的速度 但是三分钟不抓方向盘 可不可以 肯定不行 为什么 可能就撞边上去了 对不对 那么同样的 你看你给员工一个规划 说我们三年时间 我们怎么发展 你带着员工往这个公司目标前进 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 员工有没有可能走偏 有 所以作为管理者 你要把它及时怎么样 调整回来 那么这个纠偏的频率 越高 他保持在方向上的可能性就怎么样 越大 所以在管理当中 作为上级领导 定期的去检查 反馈 才能确保你得到想要的结果 所以要经常去对他的工作 进行一个评价和反馈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人有一种特点 永远高估自己 低估别人 所以就像你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 你会发现 高速公路上的路牌 上面有两个信息 最起码有两个信息 第一个 方向 比如说你上了金哈高速公路 往哈尔滨方向 那路牌上会显示 前方哈尔滨 确认方向是对的 另外一个信息是什么 距离 对吧 离哈尔滨还有多远 假如你上了金哈高速 你发现只有方向 没有距离的话 你知道吧 你开着开着开到最后你什么感觉 越开越没地儿 对不对 特别天一黑以后 你就想 还有多远啊 要不干脆怎么样 歇一碗 对不对 但是 所以你会越来越没有动力的 但是如果你看那个路牌上显示 虽然天黑了 但是一看路牌 离哈尔滨还有100公里 各位 这是你什么想法 一鼓作气怎么样 搞过去就完了 100公里一个小时搞定 所以你会继续努力 你会继续拼搏 好 那么回到企业里面 是一样的道理 你给员工设了一个目标 说你跟我 好好三年时间 我争取帮你做成 让你一定要奋斗 你要用三年时间 让自己变成部门经理 或者大区经理 做到这样一个职位 他就开始努力 一步一步做 但是人呢 有一个特点 他做到第一年结束的时候 他就已经觉得 我完全可以胜任一个什么 大区经理的职位了 能力了 这是如果你不给他这个位置 他会开始心生什么 抱怨 他会觉得你故意 当年是不是骗我的 对不对 或者说你是不是故意刁难我 那会有什么问题来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作为上级 我们需要给他一个客观的反馈 那就是你今天实际上 只到了哪里 对不对 你不给他反馈的话 人有两种心理 一种是觉得 我早就可以当大区经理了 你老不给我回应 我觉得是不是你怎么样 忽悠我 或者说只是骗我不打算真的给我 还有一种情况 他会觉得 你怎么老不跟我说 他会觉得 我是不是压根就怎么样 没有进步 可能是不是和去年一样 我今天一点进步都没有 离那个地方遥遥无期 他都会有 所以作为管理者 我们应该定期给他一个反馈 告诉他 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到了哪一步 还有多远 所以这是绩效反馈 在这个过程当中 那在这里呢 可以大家推荐一个工具 那就是叫绩效谈话 作为管理者 你一定要学会绩效谈话 这个操作 绩效谈话是什么呢 定期谈话 每个月月底的时候 结束以后 到发工之前谈一下 职位越高 周期越长 可能高管人员 可能一个季度谈一次 那中程干部一般 一个月谈一次 可能继承员工 一周两周都要谈一次 就给他一个绩效谈话 绩效谈话谈得好 基本上你谈好一次 这个月你都不用太管他 他都能好好工作 所以为什么我说 有些管理 为什么做得很轻松 不是说他有多厉害 是因为他这些工具 用得特别好 所以一谈就谈成了 谈好一次 这个月你尽管 我的经验是这样的 你当你熟练应用 这个工具以后 你谈好一次话 一个月月初 我跟他谈好一次 这个月这个员工 我基本上不用太管他 他可以自己做 自己自动自发的 做好工作 那这个谈话呢 是有流程的 第一步明确目的 暖场 跟他讲 十分钟二十分钟 我们做一个谈话 所以这下谈话 是一对一进行的 一对一进行的 第二步 先让他做自我评价 你的整体感受 成绩收获不足 你先自己评一下 你上个月的工作表现 他谈完以后 第三步 上级给他做一个客观的评价 你的业绩 你的能力 你的成绩 你的不足 分别有哪些 好 第四步 讨论确认结果 告知结果 比如说 根据你这个月的表现 我给你打分是 六十分 七十分 八十分 优良 中等合格 我明确告诉他 一个考核结果 然后第五步 针对不足 制定改善计划 能力不足 达成共识 就是说 根据这个月的表现 我们发现 比如说 你的沟通能力 有很大的欠缺 你的培训能力 还有很大的差异 比如说 你的这种协调能力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给他一个共识 制定改善计划 然后第六步 制定下期工作目标 下个月 我们的重点是 什么什么 哪几项任务 是特别重要的 我会给你 什么样的支持 比如说 我会跟你跟 那个部门打好招呼 我会跟你跟公司 申请经费 我帮你做什么 最后签字确认 表达性成长 就是这是一个 最基本的 绩效管理的流程 你把这一套流程 如果操作熟练 你会发现 这十二个阶梯的 所有的从第一步 第二步第三步 所有的操作 可以在这里 一次性怎么样 完成 它是一个 综合的应用工具 所以希望大家 认认真真的 每个人都能学会 绩效谈话 这样一个工具 会对你有 非常巨大的帮助 感谢观看 小八 project 担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